如果你问我未来五年未来十年 全中国哪个地方更有发展潜力 哪个区域更适合奋斗 那恩哥只能说 还得看看咱们的粤港澳大湾区 我给你看看 在这有广州东莞佛山稳固的制造业基础 还有深圳珠海规模庞大的港口群 以及7200万庞大且聪裕的人口数量 就这地理条件 就这硬件配置 那绝对是全世界顶级湾区的潜力 而且吸引恩哥的不仅是出色的硬件 更是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最近几年里 孕育了一大批十分具有活力的金融服务企业 就比如珠江人寿唯一一家 总部设在广州的综合性受险公司 去年珠江人寿的累计保费规模超过了1300亿 所服务的客户也接近40万 他们用一单又一单的保证 为整个大湾区的发展保驾护航 并且在尖南险阻的2020珠江人寿 一样实现了72亿的保险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高达110% 这个发展的速度这个亮眼的增长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珠江人寿未来 将会在粤港澳大湾区 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当中 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 用他们自己的目标来说 就是要到大湾区的经济助堆器 社会稳定器 现在他们也的确在扮演这个角色 2020年珠江人寿所办理的理赔案件 有10.4万件理赔的金额也有1.75亿 医疗健康养老 这些现代人最担心的事情 都有珠江人寿来兜底保障 今年是珠江人寿成立的第九年 这个品牌很年轻也很有生命力 在金融科技的加持之下 他们的未来就如同粤港澳大湾区一样 值得人们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